6月份的二档会员今天可以正式下载了 其中《孤岛惊魂6》PS5版 它的容量是104.2级 想玩这款游戏的同学提前把硬盘空间弹出来 索尼的港幅会员取消了《忍者生规》这款游戏 那这个月的游戏大作只剩下《孤岛惊魂6》 和一批小游戏 其实《忍者生规》《史莱德的复仇》这款游戏在港幅是可以卖的 现在还能买是130多港币 可能就是因为港幅的会员卖得太好了 索尼已经很满意了 所以二档会员库就没那么下本了 喜欢《忍者生规》这款游戏的同学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案是单独购买这款游戏 第二个方案 这款游戏进入了微软的XGPU 第三个方案那就是等 一旦说出来这款游戏会入库 现在不入库早晚也得入库 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三档游戏试玩库 哈利波特是这次进的吗 这个月所有的会员游戏都在这 截止到这个锐奇与叮当 索尼太扣门了 把NBA2K23也给移除这个清单了 其实通过搜索还可以下载的到 直接进商店搜索2K23 第一个就是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七月份的一档会员是在七月初 二档会员应该也是在20号左右 这个最后华将 mesmo歌 utilise 瓶中谤一楼 十元六七月初 也是在五登山湖区 第二个游戏会沿ってる 通道里把 into冷却